Hello,大家好,我是小杨 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 10月份就是南瓜的季节 因为10月底就是万圣节 所以整个10月 很多很多的南瓜农场都会开放 有很多的关于南瓜的一些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一个离多伦多开车 大概一个小时的农场 叫Brooks Farm 这个农场很大 就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 它只有可以选南瓜的那种南瓜地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乐园 相当于就是空旷的农场里面 有一整个乐园 这里就是这个农场的入口了 很多都是带小孩来玩的 它这块有一个playland 就是各种跟南瓜相关的一些项目 要提前在网上买门票的 给了我们sticker 贴在衣服上面 就他们农场的sticker 但已经进来了 它里面很大 一会可以去玩一个玉米地迷宫 它给了我们一个地图 里面就很大 整个都很空旷 有很多这种小孩的playground 各种秋千啊 滑梯什么的 迷你铲车可以给小男孩玩 可以骑着的秋千 这块有个露天的蹦床也 平地骑的这种充气的蹦床 这挺危险其实 感觉孩子很容易滑下来 家长都在旁边看着 只有一个鸡笼 我才都探出头来了 为什么鸭子和鸡生活在一起啊 这两只鸭子是棕色的 这个是什么 这也是鸭子 这鸭子是红脸 只有这只鸭子是红嘴的 这边的鸭子都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小池塘给他们玩 这里有两只巨胖的猪猪 它吃的身上都是那些草 能不能注意点吃相 它后面有彩胶 你看吃的满脸都是 这有一个这种 不知道是废弃的 还是假装的一个火警车 很多小孩在上面玩 可以照相 这块整片都是南瓜 都可大了 这南瓜 跟我的手比一下 巨大一个南瓜 可以在这个南瓜堆里面拍照很好看 色彩特别好 很多小孩他们买了南瓜之后 回家都刻南瓜灯 或者摆在house门口 就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它这块南瓜有标价 就是你在这边选了一个之后 然后按它的尺寸来结账 它这个外面有一个应该是个小超市吧 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 这块还有一些小的南瓜 这个挺可爱的 可以坐在这上面拍照 其他品种 其他品种的南瓜 是个小超市 居然还有卖肉的 应该跟外面卖肉差不多 像这些也都是外面超市会有的 还有烟黄瓜 哦 这个是gelato 这个应该是当地的冰淇淋店做的 还有卖家里的一些装饰的东西 主要其实就是一个小型超市吧 两只小猪在表演 好可爱 还会坐呢 还会转圈 大家可以看她现在 这边怎么会转圈呢 你怎么会转圈呢 怎么会转圈呢 我不想转圈呢 我不想转圈 我们走在三点转圈 哇 再一次 给你们那边 我给你们 她很漂亮 她很美 她很帅 我们来到这边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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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要赛跑呢 这些是赛跑的猪 刚刚那两只是表演的猪 他叫Leo 这边还有很多小羊 这个羊好小 他们都好小 可以坐拖拉机游览 非常的圆生态 我们已经坐上拖拉机了 有一点颠 这边有一片南瓜地 但都是很小很小的南瓜了 他们可能把大南瓜都捡走 这边夏天的时候 就可以采摘 一片小果园 秋天的时候 就是南瓜农场 我们刚从拖拉机上面下来 有五个斗在后面 可以坐挺多人的 现在准备去玉米地迷宫看一下 找到玉米地迷宫的入口了 就全都是这样 玉米干 做成了这个迷宫 就可以在里面走 风一吹沙沙的声音 很好听 基本上已经没有玉米了 只能偶尔看到 那么零星的几个玉米 比如说这个就是还有玉米的 但是人家不让摘 路过了一个长得好好的玉米 特别黄 现在四点了 又有另外一个表演了 这是刚刚咱们看到的蹦床 我们现在从山坡上面往下走 还有发射了这个南瓜 这发射了好远 这个南瓜农场很大啊 而且不只是有南瓜 还有很多综合的娱乐项目 还有一些表演 比较适合小孩过来玩 大人如果来的话呢 就可以走一走玉米地迷宫 然后添一些南瓜回去 主要就是在农场溜达溜达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关注评论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